周董愛嫌妻良母 早就想好求婚梗 話說周董跟狗仔的仇結得可大了 就給他一分鐘抒發情緒先唄 沒錯 就是我 在動新聞面對面交鋒 平常不是給你們拍到背面 不然就是側面 今天呢 好不好 大放鬆 正面給你們一下 那針對所有的狗仔 不是只有針對這一家 針對所有的狗仔隊 OK 稍微注意一下 拍不到我的話呢 其實也不用這麼氣餒 因為偶爾還是會給你們面對面的專訪 唯獨 狗周刊不可能給你們專訪 所以所有的扳養典禮 就是狗周刊的扳養典禮 不可能去參加 所以在那邊呼籲所有的藝人朋友 小心你們的群體一走光 就不要隨便去專訪 不然這樣會弄得很矛盾 所以藝人呢 趕快回到光明面 我是你們的帶領者 收集人 唉唷 很久了 周刊的第二個心情好 接受蘋果專訪超難的騰改琴 你有什麼想說的問題 嗯 其實 很明顯 生小朋友沒有來 因為他未來要長怎麼樣 而去找這個另外一段 只有小孩子 不管長怎麼樣都是 對啊 都是自己找的 我覺得人通過就是一個樂團 就弄個樂團 對你來講 我朋友那老婆的差別的感覺 老婆就是應該要像我媽這樣 我鞋子一樣很小 你是說 那不用工作嗎 他也不用工作 他也要其他工作也可以工作 我朋友不是一個正常期待 不是別人在訪問 因為創成一個大男人 他也會容易抵頭 吃了不起 對 硬 就會硬碰硬 我真正的好 應該都是只有媽媽而已 周董八月帶著昆林由法國 哈哈 巴黎鐵塔發過來 倒著去 哈哈 甚至傳出登記結婚 其實是誤會啊 其實這次去巴黎 參加冰淵的一個求婚 在巴黎鐵塔上 然後就好像正婚了 全部窗邊的老外 拍手 還有很酷 這個感人的moment 周董想婚啦 我覺得會又更等 這英國的摩天輪叫 透明摩天輪 那個叫什麼點燈 然後可以看到 不知道誰的想哭哭 有一張求婚的畫面 是在那個透明的摩天輪上面 然後剛好後面背景是大分重 我覺得那個很重要 嫁給我吧 不用工作喔 當然他也沒忘記 跟蘋果狗仔的約定 距離你的承諾還有三百多天 要不要給狗仔叫我打氣一下 兩個人的正面好不好 就會給予一個獨家的專訪 那 是兩個人的專訪 兩個人的專訪 是… 通常比較容易拍到 都是在過年的期間 對 因為過年總是… 戴冠箱 喜歡送給對不對 對 喜歡送給大家一個大禮 對 其實還好 其實我本來就是 沒有什麼在… 在怕了 對於狗仔其實沒什麼在怕 所以狗仔的朋友們呢 我這邊也呼籲一下好不好 有時候跟車跟了久的時候 下車出來有沒有動一下 因為老實講 跟我有時候十二個小時 我是不出門 不然就是早就已經換車出門了 所以你們稍微注意一下 車牌 顏色什麼的 因為我車子很多 所以呢 你們必須去一一記錄下來 才可以跟到我 那其實我通常都是贏在起跑點 為什麼你有把握說到明年 你爸騙錢 都還是跟同一個女生呢 呃… 這個問題 好吧 唉唷 還滿會問的喔 那… 當然我的問題只針對於狗仔 OK 不針對於我私人的感情 他這題答不出來 就開始扯動新聞 唉唷 我要問一下 你們那個 在東訊員幕後配音的是誰 很多人啊 有些做得其實真的還滿好笑的 對 我覺得做得滿好笑的 你喜歡男生 掰掰 媽媽 晚安 掰掰 有讓你笑出來就對了 對對 這樣滿好笑的 而且東訊員的畫面做得還滿好笑的 還滿機車的有時候 好說好說 我們只不過會把周董的NG片段 給讀者看看而已 是的 沒錯 你看到的就是本人 我是周情論 太爛的說 所以呢 狗周刊稍微注意一下 各位藝人朋友 不用去給他分 他要不要 這邊剪一下 蘋果魚要修溫 嘿嘿嘿 周董警商 本辣茶報導